这几种还有甲醛的蔬菜 您都知道吗 第一种金针菇 对于这个结果 可能很多人打心眼里都不愿意接受 但是它却是真实的存在 先不要急 我们先来看一篇论文 这是一篇来自于青岛农业大学 真菌重点实验室 关于金针菇类原性甲醛的论文 它被采摘下来以后 仍然可以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 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 植物体内的类原性甲醛 发生了变化 甲醛含量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的升高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 金针菇存放的越久 也就越不新鲜 它所产生的甲醛也就越多 所以我们最好做到 谁买谁吃 像那种摸起来很粘手的金针菇 大家千万不要去买 那是已经存放了很久的 金针菇切开的断面 我们可以看见是呈现出孔状的 清洗的时候 只需要在水里面轻轻的挤压 排出里面的甲醛 我们再来看一下甲醛的物理化学特性 它易溶于水 费点是-19度 所以只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清洗 和高温的烹饪 吃起来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说金针菇所产生的类原性甲醛 无可避免 那这一款蔬菜所含的甲醛 则完全是个别的奸商人为的喷洒 没错了 这就是大白菜 其中呢 又以娃娃菜为重灾区 因为它的价格更贵 尤其是在夏天 娃娃菜非常容易腐烂 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部位 是不是已经腐烂了 有个别不良商贩 就会通过喷洒甲醛 来达到防腐的目的 除此之外 炎热的天气 还会导致有些大白菜 从内部开始腐烂 个别的奸商 也会把大白菜的基部 放入甲醛溶液中浸泡 从而达到对白菜心防腐的目的 所以啊 大家对清洗大白菜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地清洗白菜心 购买大白菜的时候 一定要多闻一下 是不是有刺鼻的气味 甲醛溶解在水里面以后 就会发出一种类似于 烂香蕉的刺鼻气味 储存在白菜心内部的甲醛溶液 因为处于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 所以很难挥发掉 假如您闻到了这种气味 请远离它 第三种容易被甲醛犯规的食物 就是红薯粉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鉴别甲醛粉条 奸商为了使利益最大化 通常不会用我手中这种真粉条 来进行甲醛的浸泡 您看懂的真粉条 自然也会鉴别甲醛粉条 首先从外观来看 它不透明 不光滑 从视觉上面来看 有点像毛玻璃 因为没有添加刮耳胶 所以它很脆 用手轻轻的一掰就会断 即便经过清水的浸泡 它也并不透明 而甲醛粉条看起来 一般都是非常的透明 好看 有光泽 真粉条呢 闻起来有淡淡的红薯味 而不会有甲醛那种刺鼻的气味 煮十几分钟 夹起来就很容易断 而甲醛粉条是久煮不烂 这些价格低廉的甲醛粉条 通常呢 就流向了路边摊 以及大排档 火锅店 酸辣粉店 在重口味的调料掩盖下 它的隐蔽性是相当的强 您闻不到任何甲醛的味道 第四种容易被甲醛侵犯的食品 就是鸭血 同样呢 为了使利益达到最大化 个别的奸商也不可能使用真鸭血来制作 下面呢 就将为您介绍如何鉴别真假鸭血 首先呢 从颜色上就可以进行判断 真鸭血颜色偏暗 假鸭血颜色偏红 另外我们可以从气孔上进行判断 真鸭血的气孔很小 很细腻 而左边的这一款甲鸭血 它的气孔则非常的大 真鸭血切成片以后 轻轻的一夹就容易断 而甲醛鸭血中的甲醛 可以与蛋白质中的氨基酸结合 形成蛋白质的凝固 所以呢 甲鸭血不容易夹断 此外 甲鸭血闻起来有一股刺鼻的甲醛味 真鸭血煮出来 则是淡淡的鸭香味 在煮的过程中 真鸭血不会收缩 假鸭血因为掺杂了明胶类的物质 在煮的过程中 明胶流失 会出现鸭血缩小的现象 假如说 金针菇的类原性甲醛含量 并不算太高的话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血鱼 将是类原性甲醛含量 比较高的一种食物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一篇博海大学发表的 关于类原性甲醛的论文 冷冻血鱼的甲醛含量 高达每公斤222毫克 至293毫克 这种甲醛 是血鱼在冷冻的过程中 随着时间的退移自己产生的 所以呢 超市中打折的冷冻血鱼 多半是存放了很久的 最好不要去购买 此外 路边摊无振晶莹的泡胶凤爪 也是甲醛食品的栖息地 如果我还有什么遗漏的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弹幕上打出来 原创不易 请您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中国人吃出健康